这次在屏东美术馆展出的 《汉图社2021画天光》 企图想要强调的是 台湾当代视觉艺术的内容与形式 密不可分 与时俱进 《汉图社》是1998年成立的艺术团体 前身为台北画派 《汉图社》草创时候的口号是 重振平面绘画声威 不过随着时代技术的推演 多重的创作脉络 以及多元的媒材使用 和形式的表现之下 现在的《汉图社》 其实在如同家人般的彼此激励 传递的是强悍的创作企图心 不管是由历史的观照 还是个人生命体验出发 《汉图社》的共同核心 都是在主体意识的基调之上 关怀台湾这片土地的 人事物脉动 这一次在整体的展览规划上面 我们舍弃常见使用隔板方式 来规划个别艺术家的展出空间 反而是以艺术家的作品风格 作为优先考量 采取专属的墙面色调 在区隔的同时 又可以互相呼应 希望带给观众们一场深厚丰富 而且是很有趣味的艺术体验 现在詞布的图山 就像我们一样的深厚丰富 现在是有限量的 在人事物圈ер面上 一场公尺面啊 或许多地员